至少就能理解就刚才坤说的这个 就是我初恋我就能理解 就是你看很多年之后 我听我们班同学讲起这个女朋友 我才意识到 我连我们全班同学都没有同学了解她 就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 那么当时爱的那种死去活来 实际上是爱的自己 自己的这个爱 不是就是我爱 我在想着一个人 我爱我给他写的诗 我爱我给他送的花 我爱我给他说的早安和晚安 你明白吗 那个都是表象 但是他是不是那个人呢 好像都不重要 不是说不重要 是你没有认知这个范围 我觉得 那现在你觉得年龄见长 你的这个认知成熟了 我觉得会比较宽阔 对比较宽阔 这个每个人的年龄和对情感的认知 就是有窄到宽的一个过程 就你随着年龄增长 你肯定是越来越宽 越来越不狭爱 你能接受不爱 然后你包括感情的输出 我们说感情的输出 不是按照常规说的这种感情输出 就是比如我有一个家庭 我对另外一个人也非常的好 不代表我背叛这个家庭 这个是个非常深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变化 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 我觉得是人类的三次革命 第三次重大革命 第一次是农业革命 我们摆脱了一种狩猎的局面 第二次是工业革命 让我们的生活速度加快 这次是信息加智能革命 信息革命以来 就是我们每个人接受的信息 远比上一代人要多的多的多 然后你所要处理的问题 要复杂的多的多 过去的人 他夫妻之间非常单一 他为什么 他就是一睁眼就这事 然后就是买菜做饭睡觉 就天天是这个 他感情他不会有更多的偏离 周圈的人就是邻居 邻居你多说两句话 都会有人指你后背 今天你社会不一样 你俩人更不一样 每天这剧组一搭 这一半以上 你都没见过 对不对 你要跟这些人 要生活或者工作一段时间 那我们生活中 天天遇到各种人 那么在这种人 在这种社会交往中 我们每个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 都会跑偏 没有一个人一生中 每一步都是卖对的 我只是说 我们生活中 每一步都是卖错了 只不过我下一步 能不能把我卖错 这个纠正过来而已 一个人能在这个社会 成功是纠错的能力 比别人强而已 你没有什么先知先觉 吃一剑长一剑 对对就是 我犯一错 我下回知道了 我知道纠回来 我不能再犯这错 人在一个地方犯两回 错误是比较笨的 但是马云你讲这事有意思 就是有时候人 我看你的书里还写 有时候人老犯同一个错误 我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崩溃 很无奈 就是说 咱吃一剑长一剑吧 但为什么我这辈子就老犯 你是不是还是不够疼 如果真的够疼 可能下次你就不会说 我疼到已经就是 我不想再有这种情绪出现 你比如说 我永远 我永远犯的这个 就同样一个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坑 事先我都看到了 我也跟人都说了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我都听了别人的 从或者周围种种压力 就告诉我 你必须 行 好 我最后呢都没坚持 最后呢都掉在坑里 我就这个错误 一犯再犯 没关系 你现在的问题是 你掉在坑里 你后来爬出来没有 你不是爬出来了吗 爬出来就没事了 那爬出来再跳进去 那没事 那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再跳进去 就是你那坑就没多深 你那坑就是没多深 所以他说你不疼 就是这意思 你那坑基本一步又迈上来了 没事 你觉得他有变化吗 他疼过了 疼过了很多回之后 我不太关心 其实这个事 为什么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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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逻辑有点奇怪的 就我觉得 就像我儿子一样 或者是小讯像我妹一样 你就 该干嘛自己面对呗 你摔到坑里了 你要自己面对 你需要我的时候说我在 完了你疼是 家人一样 不是你那个疼是必须 这是个珍贵 因为我不认为疼是不好的经验 因为就好像有些人 一辈子没有真的爱过 也没有真的失恋过 一样 所以我跟我儿子讲的话题就是 我爱你们是因为你必须要经历 应该经历 像我要面对 我要面对的东西 你担心我有用吗 我还是得经历 并不因为小讯面对了这个东西 我会觉得我特别担心 您知道这个意思吗 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疼足够疼了 变得成熟了 或者变得宽阔了 但是这个在外人眼里看起来 会不会有些事故了 或者甚至说 有些处理有些问题啊 没有像原来百分百的把这个心捧出来给人 不会不会 开始有遮掩了 不会 我觉得人都是从复杂 假装自己真的热爱 到真的变成真的热爱 成长是会让我们到最后是真的爱 刚开始我们小时候 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我会注意他穿什么 我觉得他审美很好 也是我爱的一个世俗的一个符号 完了他长得好不好看 他有这个 到最后是你爱的 那他跟的是什么 旁人都没有资格聊什么话 对对对 没办法理解 因为他爱 他到刚开始 我们世俗小朋友爱的那个东西 也是真爱 但是他在附着了很多理性的他的需求 而到最后到老的时候 越长大 他爱的东西特别单一 单一爱到什么时候 单一就是你不需要存在 我只要想到你 我就已经很快乐 他也是一种爱 我觉得 他不会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之后的看山又是山 他每次到现在 我认为他爱的比以前更辽阔了 辽阔是什么 他不紧抓着 我觉得开始是这样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博爱 不是不是博爱 人生最重要的指标 你如果不疼痛 你就离死不远了 是的 你不疼痛 你比如 你倒的开水 你摸烫一下 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不知道烫 那你等他们都烫烂了 你都不知道 就有人疼痛消失 疼痛消失呢 他的生命呢 就随时可以丢掉 所以我觉得 你要引伸到社会学角度上讲 疼痛是你人生 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我不是有时候 有时候胃经轮吗 他疼 我疼的时候就说不出话 我就算修行 我自个儿只能告诉我自己 度过这一关 他疼到一定程度 他突然就放松了 就没事了 然后就跟正常人一样 但是他只要一经乱 你马上就疼到说不出话来 但我脑子不会不响啊 我脑子就想 我怎么要过这关 过这关 我就想修行的事 就我人生 必须有这种疼痛 我就忍着 一会儿过去了 你觉得疼痛对你的好处是什么 修行 修行 我觉得那个是 比如说啊 就从我这个演员的角度 我觉得他真的 把我 帮我 去看到一些人物的成长 和人物 面对一些事情的 就真的反应 就我们上次说过 就关于这个 当下的那个 调动情绪 强刺激的 那个反应的 那个 不同性 还有一个就是说 当你 就是说 我是已经疼到 因为那个感受 我不想再要了 就是 那个感受 我是 我不要再经历这一次 但我不知道 我以后 是不是 不管是我人为的 还是 我的命运 要我去接受的 我不知道 但是 你回想起来 我所去经历过的 这些疼痛 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而不是说 你不会付出 或者是什么 而是比如说 我的缺陷在哪里 我对于谈恋爱的 这个缺陷在哪里 那我就不要去烦 因为那个疼痛 我已经不能接受 我已经不能接受了 就是你就是 比如说 就像那个变嘴好了 我现在得变嘴 我都不要 就那个黏腻的感觉 我太不喜欢了 对 但是 这一切又是 为什么 这个来源在哪呢 你知道 我现在有时候觉得 人跟人 真的是不同的 我们往往拿自己 去想象别人 但是 你比如说 像小讯 我就感觉 我生活里 也见到有些人 要叫我说 就是每个人都是个能量团 你觉不觉得 有的人 就是欲望没有那么强 有的人 十点钟就困了 这就要睡觉 有的人 三天三夜不睡觉 跟年龄都无关 年轻人都熬不过 那 他这个能量 有的时候 比如说 要是用在感情上 我的天 那就是 你知道 我的周围朋友圈 就有些那个 我记得有个法国作家 就说过 他跟一个女人的 这个感情 使点劲 使点劲 他得等会 就是说他跟一个女人的 这个感情 我觉得就说的 就是说 这俩人呢 闹了一辈子 就是没完没了 离了婚 又在一起 最后他有一句话说 我们就是彼此之间的 刀和伤口 就是 其实要让我觉得 就像咱们 你看有些这个艺术家 你会觉得 他不消停 他叫世俗人讲 就是他 强烈的爱 或者说 就不能稳稳的 就这么待着 就是 我就觉得 你别看他身躯瘦小 他这个能量啊 能量极强 你觉得你算作吗 不算作 我觉得我不算作吧 我觉得用作来 可能 就是那个作的程度 是什么 但是我确实不是那么稳定 对 我不是一个稳定的能量场 但是你说我不稳定吧 我又有一个基础 其实我是挺冷静的 但是我百分之 九十 是 是这样子的 对 对 你觉得他能量比你强吗 你也挺狠的 不一定 差不多 我觉得 对 就是我刚刚在想 你在说你说 你觉得疼的都不行了 你过一段平和日子 你会怀念的 不不不 你一定会小学 你倒人说再说 我跟你讲 就这个时候 就是说 为什么 就是说 比如说 我的 衰老 限制了我的这个 这个 那个能量 就是因为 不是 因为我为什么 那个 不要这些东西了 因为他已经 就是说 人的那种求生欲啊 就是说 就是我 那个东西 如果再来 我估计 我是那种 直接就趴那儿了 但是这个能量 就像我们说 我现在不可能 熬两天夜 对 我再去拍戏 老战士身体不行了 这是我做不到的事 对 我跟他相反 怎么说 我现在能熬夜 变起拍戏了 对 他以前是早睡早起 我想说 我跟你说两个 我们完全相反 我们完全反了一个哥 我特别神奇 我现在不知道 对 随着你越老 你的教会越来越少的 好吗 不是睡 不是睡觉那个少 我27岁之前 也不吸 也不喝酒的 对 他跟我一起拍戏 去我房间 全是果然 对 我在房间里面 都是打坐那种 都不爱跟别人说话 我去找他 我说 坤你 吃素我 冰箱有可乐吗 我打开冰箱 全是果然 他们玩 这隔壁我也不去的 我特别 就是声色那种 反正就是有点 就是故意避开 反正我觉得 我懒得交流 不是懒得 过了到现在 我也能喝酒 我也能喝酒 我病气 我以前也是 早上起来要念经 打坐 做瑜伽 做一些热身 持续几十年 都是这样的 突然这两年 我跟小薰讲 我说小薰 我来了个新的东西了 她说怎么了 我说都不做了 这种形式 我不要了 我试试其他 我尝试了好长时间 晚上熬夜 到两三年 没事 不止两三点 你现在 两三三四点 完了就 我在做一个观察 我在看 我到底在经历什么 就我现在还在做 这个阶段的观察 我早上起来 我就醒来这个 完了就以前的脑子 第一个念头 今天状态不好 我要装作好 不 我现在只要说 好累啊 好累又怎样 好累就这样 就起来了 就完全不跟你 那个劲儿相反 去了现场拍戏 就累 比如这场戏 脑子看那个剧本的时候 应该是咔这么演的 对不起 我去了现场的时候 我就是没劲儿 我觉得事实中 这个劲儿能不能演到 这个结果 会出现很多奇怪的关系 就不一样 就挺好的 体验 体验 我就 现在就 我就看 就是这巧 他们说巧妇 难为五米之水 那我觉得 谁管你 你一定要做好菜啊 就是我就有什么 我就拿什么 就是接受了吗 我接受 对 是吧 和解了 对对对 和解了 所以就成馅了 我没沉下 我还不行 但是你比如说 所以我说 就说是 咱们一般外人的很多问题 我就觉得呢 似乎呢 在你们身上 根本都不存在 你比方说 都知道 小薰身边 很多好朋友 这要是 有时候你看 我们组里就说 你们好成这样 真的 因为我了解你们 我就觉得 我不会在意 但是我也特能理解 就是外人说的 就说难道 这真不在意吗 这俩人好成这样 他们必须不在意啊 在意也没辙是吗 不是 我们俩都已经这么好了 不是 问题是 他都看到 我们是什么状况 我们是怎么相处的 谁知道 有没看到的呢 不是 就是他的朋友 跟我的朋友 成了死党 我们是从两个死党 变成了四个死党 我们身边的朋友 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身边的朋友 几乎都是 一坨了 所以马云 你觉不觉这是个问题 就是好像有些 咱们觉得普通 吃个醋啊干嘛的 这些问题 似乎不发生 在他们这样的人之间 他当然也有 他工作的特性演员 演员是一个 特殊的一个社会阶层 因为你刚才就讲了 你不是你自己 你要演戏的时候 你要还是你自己 这个戏就没法演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被别人去看的话呢 它是按照 我们就传统的世俗 你仔细看 这个网上所有的跟帖 基本上都是按照 世俗的观点去跟帖 然后他不相信 男女之间会有 非常纯真的 这种感情 这种感情超越了 一般的友情 但是达不到世俗的 认为的那个爱情 那么我们今天社会 提供的各种讯息呢 实际上是在 慢慢地改变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将会 就会出 出这种 小型的 这种 就是完全家庭化的组织 这个雏形 我在大概20年前 我就说过 就是它会出现 就是若干一个群体 它可能是 四五个 也可能七八个 十几个人 亲如家人 这个雏形在 新型的人际关系群落 对 这种群落呢 在未来的日子里 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为什么呢 它加入的人越多 我们假定 我们先假定一个前提 就是这个组织是和谐的 不管你四个人 还是八个人 还是十二个人 它是和谐的 那么如果你在一个和谐的范围内 可控的数量 你越大 你的价值就越大 为什么 很简单 我们过去认为 家庭就俩人 夫妻两个人 那你夫妻两个人 各带自自己那个方面的 这个信息 比如女的就是女方的 男的就是男方的 如果再赋予社会学的 这个角色的话 你比如女的是个医生 男的是个工程师 好 孩子有病 二话不说 全是当妈的管 家里哪坏了 一定是我去修 不就这个道理吗 但突然发现 你买东西很不溜 你这俩人 他不会买东西 买东西老上当 好 四个人的家庭说 这有一售会员 好 他对商场特别了解 各司其职 各司其职 然后把自己的 最大的能量发挥起来 那么这个东西 就变得非常有价值 这种团伙会越来越 团伙 这个不叫团伙 我现在 我现在就是没词 就这样一个组织 你这词很准确 就是 我们今天生活中 有很多这样的 这叫组织吗 这不叫组织 团伙非常准确 对 我们的群 比如说我们就叫好朋友门 门 这个门里它有一个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一旦发生一个 在社会上 就比如我发生一个问题 比如我们家里突然有个病人 那么这里 有一个人对医术非常了解 然后大家就会打电话问他 就是 这时候你给我自行 咱们买个医院好 什么 这是不是就变得非常有价值 听上去 人类就变成自立自救了 不要 但我觉得这是 马老师说的是一个世俗的观点 但前提很有趣的是 我其实也想过 就为什么那么融入 比如说小讯有一帮他小时候那帮朋友 我也 他把我拉进去的时候 我跟他们每个人见面 自然地变得非常的熟络 还不是因为小讯 就因为可能他喜欢的 或者说我喜欢的天性的 古心里面是差不多的 包括有些话题 在我们这儿 聊 不用聊 就是这个 比如类似于说 我没钱了 可能有些人私下来说 你需要多少 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朋友 其实我们可能只认识一次两次 其实我们可能组建在这样一个朋友群的时候 都不是为了说刚开始 您说的是可能后面熟络了之后 刚开始出众 就来自于一个跨越过世俗需求和道德规范 另外的一个互相的默契和认同的价值观 你讲的特别好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物以类聚啊 人以群分 就是说咱们平常要是关系远呢 咱要遵循世俗的很多规则 对吧 但是呢你看 你老会发现这个朋友圈 你比如小讯这个 我也是有这个感觉 就是大概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在一起玩过 一起喝过 哭过 笑过 有过很多冒险的经历 而且呢 似乎大家混起哥们来 还真的就是 我也有这样的朋友 就是说你最后会发现呢 也未见得是他 你最后多年之后 你发现你的朋友圈啊 都是通过他认识的 认识了之后 你发现 咱们都能玩到一块 对吧 咱们之间的这种意气也好 或者说感觉也好 说话的方式也好 怎么就那么对路 对 这就是团伙啊 对 他这个 他这个 还有一个很根本的东西 他的认知一定要达到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 简单的说啊 就叫宽容 就是能够容忍所有朋友的缺点 不说优点 你不需要容忍 对吧 那么 那么在这个 这个大框架下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利益之间的一个平衡 你是愿意索取 还是愿意付出 朋友圈里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团伙放大 叫朋友圈里呢 有很多人进圈呢 就是为了索取 谁也不是傻子 你比如我被谁拉进去的时候呢 我发现一个人对我很好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 如果他是真的好 我是能感受的 他是一种假象的好 我就知道他后面还有一件事 他会来求我 对吧 这个不是我不能帮你做这个事 而是我不能感觉到我被你利用了 这就很难过 因为每个人内心都特别敏感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小的 我们在说到 刚才我从朋友圈就缩在你那团伙里 那么这时候最大的一个快乐是帮助别人 比如大家说 我现在有一个难题怎么办呢 说你看 这事撞我墙口是吗 我帮你办 我就有一道 马上就给你办了 你觉得特复杂一个事 我就是一个电话 是是是 那这个就体现了这个团伙的价值 对 真的 我觉得我现在心里还有那个 就是说最好的朋友 他要是有个事求你 你也正好能帮上忙 特高兴 我都觉得有点像喝了酒一样 就是胸口有点热 有点那么个劲头 对 是吧 对 所以你看 这个很有意思 你比如说 我发现咱们这个朋友圈 有时候喝了酒之后 一介绍 介绍个新朋友 陈坤 往往有一句话 也是个性情中人 对 也是 也是个性情中人 对 这玩意儿 你要真的从逻辑上讲 性情中人 按说也挺危险的 对吧 挺任性的嘛 对 但是好像我觉得 不光是一个性情中人 第一个咱们交往 不是索取别的 对 是性情之交 对 再有一个呢 往往也不是特low的性情 说实在话 这个人呢 他实际上是很敏感的 也很自省的 就很知道把事啊 把话啊 说到哪个分寸上 我觉得这样的朋友 太难了 但我想 他是迈过一块 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 尤其我们这代人 年轻的时候 所有的团伙 都是不计成本的 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 为朋友去打架 没有问过对错 也不问说为什么 就说被欺负了 就出去了 那么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历练 那这个是包括整个社会的 就商业社会的历练 然后就是各种利益关系 能够把这些朋友呢 就是 亲属远近就分开了 过去非常新的 通过事情 对对对 就分开了 然后迈上一个台阶的时候呢 这时候又 又缩到原始状态 我不问利益 不是我非得帮你这事 要求你有一个回报 有时候人家觉得 你帮我一事 要这么大事 你帮我忙我能不能怎么着 我说没那个意思 一点都没有 对对我就是有时候可能这事就很顺手 对吧 有时候你觉得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那别人就是这事简单的要死 到这就弄完了 对对对 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就说到咱们找不着词嘛 还得叫那团伙里的你会觉得非常舒服 包一词的团伙 他就非常舒服 那坤哥你是不是这体会 那就是我自己认为 朋友是他 他有一种求同存异的某一方面的默契 但我觉得还有更漂亮的关系是在于 我们只在我们默许的概念里 我们的艺术认知 包括追求和不断的改变 坤哥的团伙是要求进步的团伙 对对对进步的 比如说我跟小训是真的会回来说 我们俩一起有一个尝试说 我们以前跳剧本的跳我们喜欢的 那天他说 我们接下来跳不喜欢那个角色 好好去琢磨 我们先不问我们为什么不喜欢 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 我说好还有训绩 我说我们接下来 我绝对不再演了 我尝试一下不再演是怎么样 因为这是要有勇气去尝试的 那我们是在这个方面是互相鼓励的 但是还有一点是 我觉得朋友里面 对我的人性是一个考验 人性为什么考验 特别是我身在这样一个职业 我觉得最真诚的朋友 是梦寐以求的 这梦寐以求不是外在别人来看 是当我的朋友好的时候 不是表现出来了我为你赞美 不是朋友圈里面的 就我心里真的嫉妒 还是为你赞美 这是考验我内心的 只有到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 他才是我一辈子过命交情 这个 但是比如说我 比如说 认为的朋友 我要是发现他撒谎 那我就真的不行了 骂子 为什么这事这么重要呢 就重要就没有你 我们这么长时间你对我撒谎 为什么 连真都没有了 对 什么可能都是假的 对 他要是撒谎了 对 我也最怕这 那对你来说 因为我发现 你从小就是一帮人在一块玩 这种关系对你来说特别重要吗 比如说甚至比家庭还重要吗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事 就像刚才坤说的 其实我们这个小团队是挺上进的 对 团队 不叫团伙团队 对 我们这个团队是挺上进的 就是比如说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暴自弃的人 基本上 而且他们都会随着成长 越来越有爱心越包容 那互相之间发现不对付的 会直接说不好听的话吗 当然 直接说 但是不会说不好听的话 对 会直接说的 你觉得就像你看 我发现很多他的哥们都说 他身上有爷们的这一面 但是真的只有这个吗 其实我感觉 他也有很江南女子的 很周到 很大仅中性的 他阶段性 就是我们演员下意识 有一个人格扮演状态 我也会做饭 有了阵子 我在说你有点 做饭是标准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职业的人 你会做什么饭 你得说出来 你炒个什么 西红柿炒鸡蛋也算 会做饭吗 我会炖排骨 炖排骨 那已经算不错了 蒸鱼也不错了 瞧瞧 我会 行了 能想起这两个就够了 不用再想了 你说最终这人 是跟朋友在一起 还是跟男朋友 或者说就是跟家人在一起 因为我现在发现 就当年一起玩的很多人 他们有一种幻想 就幻想 你看就是说 咱们老了 咱们弄一养老院 就咱们这些 也永远 永远在一起 是吧 咱们玩 找几个女护士 不是还要在旁边 不是还要在旁边弄一个孤儿院 我们的版本是 我们的版本是 老人院旁边是养个孤儿院 是吧 完了之后再做一个小的民宿 这样有人帮我们打扫房间 是吧 对 这个毕竟我们是 往这个方向在推动的 是吧 到现在还在推动 对 你就说假如这是真的 还需要那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吗 是不是没有也无所谓 我觉得就看各自每个人的缘分 对 传统意义的家庭 现在是大数据看 这是减少的 国外也是这样 国外现在很多这种老人在一起 那起码就是价值观相等 买一个别墅 然后几对家庭住在里头 就这么互相的 它最重要的一点是精神上的危机 那小迅你说 你现在也感觉到了 就是说身体的一些限制 好像说人在 走在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中 那你会想象幻想 你的老年将会是什么样 是跟一个老夫老妻这样 还是说永远这帮朋友一直到老 我觉得是不是老夫老妻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跟这个一帮朋友 是就是是最期待的吧 对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就他好像有些人身上就有这种向心力 你比如说我要宅着 好像也没谁需要我 对吧 但是呢 我总觉得每次见到小迅呢 他身边都有一些 朋友 朋友 而且这些朋友好像都特别 关心他 特别呵护他 就是 也被他所娱乐 也被他所逗乐 对吧 就是 你觉得他这种魅力是什么 就真实啊 真实的人多了 不不不我看哪个标准的真实 并且我 我觉得小迅 你要说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所谓的真实的 因为在每个人理解真实的标准不一样 小迅已经是在我心目中最接近真实 他毫不隐藏他的喝醉的样子 他没有当一个大明星的包袱 他没有像一个女孩子应该做一个事情的包袱 他自然呈现当下的样子的时候 我非常的尊重他 他像我小时候认为的那些修行人一样 我觉得就他身边可能是莫名 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莫名其妙 其实是希望趋近于这样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 或者的话都还是有